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月4号 中共政治局七常委 罕见的全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吹捧中央书记处 这也使得中办主任蔡奇 在中南海的角色定位 再度的引发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有媒体观察到 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 全天开会 听取五大机构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法 最高警 以及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对比2022年1月6号的会议通稿 可以看到 常委会对全国人大 国务院等五大机构的评价上 有所弱化 不再提这五个机构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紧紧表示 他们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 此外 常委会也罕见的 对中央书记处进行吹捧 表示 新一届中央书记处 积极主动作为 认真履职尽责 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等方面 做了大量有效工作 而在2022年的会议通稿当中 紧紧提到书记处履职尽责 按照中共的规定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 是中央政治局跟他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共有七个人 排名第一的是蔡奇 其他六人 一次是统战部部长史太峰 组织部部长李甘杰 中宣部部长李舒磊 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国家监委主任刘金国 跟公安部长王小红 事实上 关于蔡奇的中共内斗传闻一直没有少过 近期特别有关蔡奇跟李强不合的传闻更是四期 蔡奇是福建人 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的旧部新妇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 蔡奇也被调到浙江 李强是浙江人 被视为是习家军浙江帮之江新军的主要代表 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石板明复表示 习近平把太子党团派排除掉之后 他现在有四个班底支持 就是从福建带上来的闽江新军 从浙江带上来的之江新军 陕西的新西北军 跟过去的军工产业老总带来的一批人 他说蔡奇跟李强从浙江就开始争宠 已经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四支队伍之间的矛盾 现在浙江帮跟福建帮斗得非常厉害 浙江派内部也斗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这种权力斗争一定会兴起 过去谈论中国的政治就是说 江派 湖派跟习派 这些前领导人在斗 他认为现在习派之间的斗争 可以说是中国的权力斗争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局面 都是平民的在争宠 中共政局混乱不堪 军队的反腐大清洗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 近来更传出了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许其量也受查 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挑战不断出现之际 其解放军内部的大换血 也促使了人们来质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是否真的有能力终结军队的腐败 并且建立一支来之能战的现代化战斗部队 再加上有消息指出清零结束之后 中国的经济继续下滑 将心潮已经从公务员延伸到了军队 如果真的遇上战争的话 解放军的战争能力有多少备受外界的质疑 华尔街日报报道 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高层出现多次的人事变动 包括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遭到免职 这些变动的原因通常不会对外公布 有时候甚至是突然发生的 上个礼拜则引来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整 九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 被免聚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另外有三名军工企业的高管 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资格 上述遭遇人事变动的人员当中 包括了两名曾经指挥中国战略飞弹部队的将军 一名前空军司令跟一名曾经领导南海海军力量的将领 南海是一个地缘政治热点地区 中国在这里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对抗日益加剧 在这九名军官当中 有一些曾经参与武器装备采购 这个领域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容易资深腐败 中国政府还没有解释上个礼拜对这12个人进行人事调整的原因 也没有披露任何针对他们行为的调查 不过根据官方披露的资讯显示 其中一些解放军的军官的已知最后职务已经遭到撤换 研究中国军队的分析人士指称 这场大换血很可能是习近平开展纪律整顿的结果 目的是打击解放军内部以及生产昂贵武器的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 跟潜在的不忠行为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研究中国安全事务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认为 中国军方的武器研发跟采购机构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可能资深腐败的地方 他表示不过直到最近参与此类工作的高级官员 成为了习近平反腐运动目标的情况还出奇的少 莫里斯指出涉及到这么多高官的反腐行动 将会是中国军队近几十年来遭遇到规模比较大的清洗之一 他说在某种程度上 这表明了习近平在解放军内部的权力基础足够稳固 所以他才可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而不必担心遭到反对 目前还不清楚这场大换血如果有影响的话 可能会对解放军的战备状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些研究中国军队的西方学者表示 腐败调查或导致对人事任命跟采购流程进行更严格的审视 而这可能会减缓习近平的军队现代化努力 中国政府已经宣称 在提升军力方面取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进行了海空联合演习等日益复杂的演习 来展示其能力的提高 同时有时也承认 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不足之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James Charles说 从短期来看 解放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不太可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 遭遇人事变动的官员当中 很多人并不负责管理作战的单位 他认为习近平希望通过清理解放军的武器采购 跟战略飞弹部队 来确保军队系统的长期效能 他说习近平跟中国高层应该已经注意到 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导致了一些俄罗斯武器系统 在这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乌克兰战争当中表现不佳 其他学者也已经预测 作战训练方面会出现连锁反应 但是他们也承认 这种影响有多大可能难以评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兼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傅泰林认为 解放军可能会更加地强调 其队伍的政治可靠性 并且加强对军事人员的政治教育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共已经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培训 傅泰林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加大对这些议题的重视程度 可能就要在作战训练跟战备水平方面来做出牺牲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说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习近平依靠持续的清洗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他利用恐惧来迫使官员保持连结 并要求他们坚决拥护自己的政策 自2012年底习近平掌权以来 他利用腐败调查 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军方部门来进行控制 并且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 旨在将苏联式的军队转变为一支21世纪的战斗部队 在习近平担任领导的最初几年当中 包括现役跟退休人员在内的一些高级将领遭到清洗 为他提拔军事事务专家认为更专业 政治上更可靠的军官扫清了道路 最近参与武器采购的官员跟国际高管也受到了调查 比方说曾经担任中国航母工程研制总指挥的 中国船部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 因为受惠罪 在12月底被判处13年的监禁 而中共纪委人员首次对他展开调查 是在三年多前 解放军在去年夏天开始出现军队整肃的迹象 当时与控制中国陆基常规与核飞弹无库的解放军火箭军 有关联的一些高官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 火箭军成立于2015年 在习近平斥聚资实现解放军现代化的计划下 火箭军一直在提升自身的能力 而中国政府在2023年7月底任命了新的火箭军司令 替换掉了任期一场短战的前司令李玉超 202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在任职仅仅8个月之后就被免职 在接下来的10月份 李尚佛遭到免去中国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该职位上他仅仅待了7个月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被免职的2个月前 上个礼拜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 9名中国军队高官当中 包括了李玉超跟其他4名担任火箭军高级职务 其他被免职的官员还包括了两名曾经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工作的官员 而李尚佛曾经在2017年到2022年期间领导过这个部门 在这些解放军高官被免去人大代表职务的两天之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免去了三位国防工业高管的职务 其中包括了军火生产商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跟航天运载火箭与战略飞弹生产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地缘政治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分析师 最近在一份报告当中写道 虽然这些人目前还保留着军衔跟党内的职务 但是他们将来肯定会被完全的清除出领导层 这份报告还表示 与此同时 调查可能会在更低的级别 跟其他的部门继续进行 尽管外界对军队清洗的猜测越来越多 但是解放军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作战训练节奏 在中国周边跟其他地区来进行空中出动跟海上的演习 最近几个月 一支中国航母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作战训练 解放军部队还跟外国军队举行了联合演习 这个礼拜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 正在派遣海空军在南海进行例行的巡航 而台湾国防部报告也指称 侦测到中国气球飞越台湾岛的上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北京方面灰色地带战术的一部分 目的是在不直接使用武力的情况下 来恐吓台湾的政府 驻新加坡的研究员James Charles说 在中短期之内 北京方面很可能还不想挑战美国 作为当前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地位 也不想要单方面的改变台湾现状 解放军可能将继续坚持低于战争门槛的军事行动 关于解放军高层的反复清洗 时政评论员周晓辉 1月4号甚至发文表示 他从一位军中朋友出获悉 习近平正准备要查办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量 许其量从2007年9月担任中共空军司令员 其后当选为军委委员 2012年晋升为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2017年连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 72岁的许其量卸任 周晓辉表示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再次的掌握权力 军委副主席由亲信张又霞和魏东担任之后 军队当中的杂音并未消除 军报一再的强调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 并向全军印发了学习教育规划等等 习近平再次的整肃军队 抓捕了火箭军等多名军中将领 国防部长也莫名的消失 即便如此 习近平依然没有感到安全 依然在担心军中会发生军事政变 因此将目标指向对自己不够忠心 并且曾经效忠胡锦涛 在军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许其量 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周小辉认为抓了许其量 习近平也难以获得到安全感 反而会促使人人自为的军中将领 孤注一直将习近平给拉下吗 如果刚刚传出的留言等红二代 集结对习近平发难是真的 那么军方跟红二代联手会怎么样呢 这边提到的红二代集体对习近平发难 指的是1月3号 吕法法学家袁宏斌 在台湾自由时报的头版发表文章 引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 以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 达成了政治共识 指责习近平上台10年彻底背叛邓小平 改革开放的路线 倒退回文革时期的路线等等 文章透露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 包括了刘源、邓蒲方、胡德平、陈元、马小丽、罗点点 还有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的子女等等 一批被习近平视为心腹的军中将领参与联署 习近平对火箭军跟国防部长李尚服的整肃就是证明 另外军队高层发起反腐大清洗 而底层的军人日子也不好过 三年疫情严格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公务员将新潮 几乎波及到了中国所有的省份 清零结束之后 中国经济依旧继续下滑 现在减薪潮已经从公务员延伸到了军队 综合媒体报道 近日来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 出现了一个最后编辑时间为 2023年12月18号的帖子 内容说到航天 中电 中船 兵器 很多研究所开始降薪了 降5%到30不等 之前的一些军工所降薪的帖子没了 写的内容也都没了 事实上中共对军人的工资待遇 视为国家机密 中共军网曾经刊登文章 从细微之处入手 注意保护工资条上的军事秘密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 降薪在中国是一个普遍性的事件 警察是中共维稳里边的毛细节冠 只要是警察一降 军队是百分之百会降的 中共军人跟警察的待遇降低 反映出中共当局的确没有钱了 缺乏激励的机制 这可能也会让他们像 地方官僚系统一样的躺平 首支中共内幕的政治学者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军涛表示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二十大之后 大权在握他很强大 但是他认为并非如此 在减薪朝下 整个官员队伍躺平 而且他的官僚队伍亲黄不接 现在恐怕才是习近平最虚弱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推出年度反腐影片 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在12个反腐案例当中 包括了中国足球案件 在预告片中 国足原主教练李铁在镜头前忏悔 表示非常的后悔 应该要踏踏实实地走正路 综合媒体报道 中央电视台5号公布 年度反腐专题片的预告 6号起晚上8点将会播出 四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当中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 足协原主席陈虚元 国足原主教练李铁 在镜头前忏悔 讲述阵风速记反腐败的故事的央视节目 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包括了纪检检查机关查出的12个典型案例 将在1月6号到9号 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8点 分四集播出 当中提到了中国足坦的腐败案 涉嫌受费的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杜兆才 中国足协前主席陈虚元 以及国足前主帅李铁都现身受访 在镜头前来忏悔 预告片中李铁被带走之后 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他在镜头前忏悔的表示非常后悔 还是要踏踏实实地走正路 另外杜兆才表示 在俱乐部老板的利益的围猎当中 有些随波逐流了 程序元则表示 我想深深地向全国球迷真的要谢罪 多名中国足协高层在反腐风暴当中落马 国家男子足球队前主帅李铁 在2022年11月涉嫌严重违法被带走调查 官方去年8月通报 李铁涉嫌到受贿、刑贿、单位刑贿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刑贿案 分别由湖北省赤壁市监察委员会 赤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显宁市人民检察院已经依法向显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对于中国足球反腐案 BBC报道 2015年中国决心将足球这项运动 作为一项国家发展的大计 由被广泛认为是足球迷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挂帅的改革领导小组 在那一年审议通过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地制定一份中长期规划 要让中国在2050年成为世界足球一流的强国 其中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了 2025年之前要在全中国建立起五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等等 历史上不乏腐败丑闻的中国足协也宣布要改革 宣称要跟体育总局脱钩 对于一个建政数十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 当时外界一度对这一个宏大的计划充满期待 但是在改革大纪开始不到十年之后 这些计划在整体上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 三年的新冠疫情风控之下 此前一度自诩将要成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中超 以惊人的速度倒退 疫情防控期间 中超联赛走走停停 而即便是有比赛进行时 也只能够再没有观众的空场地理比赛 这严重地打击了门票收益跟赞助商的热情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在足协的干预跟疫情的影响下 2023年中超的转播版权费相比于2015年 缩水了将近16倍之多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统计 2016年以来 中超联赛身价前十位转会的球员当中 几乎已经全数离开 不仅对于高性外援是如此 多家俱乐部也在此起间传出了拖欠工资 一些球队不得不解散 改革大计出台八年之后 中国足球面临到的局面跟2011年相似 当时中国足球界刚刚经历了一场 规模空前的反腐败风暴 而尚未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公开地表示自己是一个足球迷 将致力于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 对此跟踪中国足球产业多年的体育专家 德雷尔说 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回到原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敬请您的支持 打赏支持我们 letzte视频 remove 打赏支持我们